感念社会上有许多好爸爸 不只为家庭付出 同时热爱社区公益与慈善 讲量话特别专访到 两位爱服务的好爸爸 分享他们的亲子教育心得 与如何捐助中国贫困地区教育 没有自己完全独立的时候 一般是在高中之前 每年就要跟他们在一起旅行 一起做接触 建造一种父母亲的沟通的机会 沟通的这种管道 跟他们习惯做一个沟通 此外园艺厨房之实在精彩单元 继续请到园艺达人都教授 与Francis Tang 探讨美食食谱 上海本邦菜的美味由来 基本上就是洗面筋是一件 大工程 因为第一个你要洗 那个procedure很麻烦 那洗完之后 你还有一大堆那个水 那个水基本上也不能 倒掉也不可惜 那个可以拿来做凉皮啊 什么东西的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到现在为止 我认为最方便的 除了人家有专家 可以就是做好给我之外 而且经过我这个法定 鉴定之后是好吃的之外 我基本上只在一家买 健康人生单元 继续邀请到 嘉莲太平医疗网 家庭科医师 乌西浦探讨心率不整的 各种成因与威胁 一般我们分为 死性的心理市场 还有死尚性的 就是防性的心理市场 还有心动过慢 那死性的 比如说有死性找破 那有些 有些心理市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是没有 没有什么伤害性的 不会影响身体健康的 但有些呢 是有生命危险的 八月感恩父亲节 向全天下的爸爸致敬 奖量化本周六晚间八点起 新闻台首播 周日同一时间超市无线台 34.5频道播出 欢迎观众锁定 东西文团队 洛杉矶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